3 2 1 1 大家好 我是Cooking Moomoo 哇 最近天氣真的又濕又熱 我只是想在家裡涼冷氣 吃涼麵 因為胃口都會隨著天氣這麼熱 這麼濕熱變差 所以想吃一些辣的東西 同時又可以吃辣散熱 不如就來吃一碟 紅色辣醬拌麵 雖然拌麵的醬汁是主角 但對我來說 其實配料才是主角 首先 要做青瓜絲 把青瓜洗乾淨去頭去尾 切一半 薄薄切一片青瓜 轉90度 打平青瓜 再切薄片 切多薄就切多薄 最後那部分切不到薄片 就可以分平 然後用刀打橫劈開 等我再表演一次給大家看 哈哈 把青瓜按著順序排隊 然後再切成絲 慢工出細貨 慢慢切 千萬不要心急 把青瓜絲丟進碗裡 加汁鹽 拌勻 等10分鐘後 就可以用Osmosis令青瓜出水 同時可以做青瓜的草青味 倒走多餘的水分後 就可以用水沖走表面的鹽 再把青瓜絲瓶乾水 配料二 懶人糖心蛋 糖心蛋的食譜 多數都要放在室溫的雞蛋 要放室溫的雞蛋 對我來說真麻煩都不得了 而所謂的懶人 就是直接用雪櫃拿出來的雞蛋 做糖心蛋 做法一定不是完美 但盛在夠快 直接凍水下鍋 水的高度大約一吋 開大火 蓋蓋煮4分鐘 然後轉小火 煮5分鐘 頭30秒 在鍋裡畫圓圈 等蛋窩可以停留在雞蛋中間 然後蓋蓋 煮完剩下的4分30秒 5分鐘煮完之後 就把雞蛋放在冰箱裡 等它變凍 凍了之後就輕輕剝殼 因為這是懶人的做法 所以爛麵是會連開的 一切都要輕手一點 就算真的爛了 也是自己吃的 用刀把它拖開一半 嘩 看看這個很美的蛋黃 準備韓式辣醬 一大匙韓式辣椒粉 很多韓國食品店 都有買一盒的辣椒粉 十多二十元便可以買到 買不到也沒所謂 但辣味就沒那麼豐富 然後就一大匙韓式辣椒醬 咦 沒有了 剩下一點 韓式辣椒醬基本上 所有超級市場都有賣 CJ 清淨圓等等 不同牌子都有 大半斤白糖 一茶匙的白醋 一茶匙的魚露 拌勻 因為有辣椒粉的關係 醬汁辣面會有點稠 所以可以加一點水 讓它稀一點 忘了再加麻油 大約一茶匙 其實調味料的比例差不多就可以了 大火煮滾水 然後就放一堆素麵進去 按照包裝上的芝士煮麵 煮完之後 就可以把麵撈出來 放在冰水裡 再沖水沖上表面的澱粉 盡量晾乾麵的水 放在碗裡 加一大匙的醬汁 戴上手套 拌勻的醬汁 試味之後 就看看是否再加多些 上一些擺盤 麵就放最低的層 把青瓜纖上去 韓式的食物 當然要有泡菜 最頂再放半個糖心蛋 嘩 靚仔曬 其實還有一大碗的青瓜絲 還有另外半個糖心蛋 但是表演更加重要 剩下的我也會好好吃光 吃完辣的半面 不如來一個不辣 日式的 日式花生麵脂醬半面 首先準備配料 青瓜金錢不切絲 切薄片做沙 放葉子出水 等10分鐘後再倒水 記得沖水沖走表面的鹽份 接著就是配料2 雞肉絲 一大碗水煮滾 放屁眉三寶 蔥段 薑片 還有圓粒 胡椒粒 熄火 落雞柳 蓋蓋等8分鐘 8分鐘後 就拿出來放在冰水中 攤凍後 就可以把它撕成雞絲 記得撕走雞肉的筋和膜 接著就可以準備花生麵脂醬 一大根日式麵脂醬 基本上全部超級市場都會買 基本上我都是亂選的 接著就是一大根花生醬 一大根豉油 半斤白醋 半斤白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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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 混合 還有兩種秘密武器 必須要有的 就是蒜泥和薑泥 首先需要一個跑 以跑來說 跑毛器磨得比較粗 而磨泥器磨得比較幼 我們就需要用磨泥器 在磨泥器上鋪一層石紙 這塊石紙幫助我們 等一會推些蒜泥和薑泥出來 接著就磨一顆船頭 再磨少少薑泥 拿起一張石紙 就可以把蒜泥和薑泥 丟進去花生麵脂醬裡 是不是很方便呢 接著的步驟也是一樣 就是要煮麵 煮好之後就撈出來 放在冰水裡 記得儘量磨乾水 放在碗裡 加大匙的醬汁拌勻 接著就把剩下的醬汁拌在面上 再加上剛才撕掉的雞絲 混合在一起 上碟的時候可以切點 沖絲點一下 馬上升了 還記得剛才的青瓜片嗎 加一兩塊和麵一起吃 夏天熱的時候 吃一碟這樣的涼麵 真的很爽 記得LIKE這條影片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再見